大家好,欢迎来到普通话房的查稿圣经 它是每周一次用圣经的答案来回答圣经问题的博客 我将不会发表自己个人的观点,而只是教导圣经所说的 本周的这一集我们的主题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呢? 在词典里是这么定义良心的 一个人是因为在道德上的善恶的感觉或者意识 以及有义务去做好事,好人的意愿或者品德 良心并不是偶然进化的结果 它是神所给予的,是神存在的,进一步的见证 那么什么是良心存在的目的呢? 首先,他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事情 当希律听见耶稣的名词 他的良心,显男子名他杀了,约翰是错误的 优大的良心也谴责他出骂耶稣 这是错的 所以他就自杀 上吊而死了 当彼得三次不愣住的时候 他的良心告诉他,错了 他跑出去痛哭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九节里 法利塞人的良心也告诉他们自己不对 他们没有资格去对那个犯通奸罪的女人砸石头 当我们犯错的时候 受过正常道德教育的人的良心也告诉我们错了 我们的良心不仅仅有这个能力 告诉我们错误的言行 当我们试图去干坏事的时候 他还可以警告我们 诱惑本身并不是罪 但不是总可以避免的 如果我们正确地训练了自己的良心 在做坏事之前 他就会警告我们 想一想 当耶稣受到了诱惑 当魔鬼诱惑他时 他是怎么做到不犯罪的呢 他引用了经文 他必须认识到这些事情是有罪的 吃面包不是罪 但是当不但使用他的能力是有罪的 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也是无罪的 但是考验神是有罪的 让全世界都服从他 服从神是无罪的 但像魔鬼低头来达到目的是有罪的 耶稣愿神的话培养了他的良心 所以他的良心总是起到作用 帮助他抵挡罪恶 这就是神把良心种植在我们心里的原因 神涉及了他使他能够和我们在一起 一生起作用 除非我们去毁坏他 我们可以由于忽视而损害我们的良心 只要我们不忽视我们的良心 他就会警醒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是有罪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理睬他的警告 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会扭曲以适应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而不再警示了 以犹大为例 在出卖耶稣之前 他的良心没有警告他 因为他曾是一个贼 犹大出卖耶稣的目的不是想把他杀了 而是想赚一笔钱 他的良心再起作用 只是退化到 适应犹大作为贼的生活 我们可以由于火烧而损坏我们的良心 如果我们凭良心启示 而又经常犯罪 就会导致良心的反应减慢 良心反应的速度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犯罪 如果我们的良心已经受煎熬 他就可能在犯罪前不反应 而在我们犯罪后 其作用导致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更大的痛苦 最后由于我们欺骗而损坏我们的良心 除了迫害基督徒之外 保罗在他过去的生活中 有一个纯洁的良心 保罗欺骗了他的良心 相信他是正确的 虽然他的良心没有谴责他 但他仍然是犹罪的 如果让我们的良心作为我们的指导 就可能出现危险 我们的良心必须经过神的道的培训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相信他 让他成为我们的引导 我们可以违背我们的良心吗 简单的回答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总是要记住 神的道才是最终的对与错的仲裁 而不是我们的良心 所以让我们服从基督 用神的道来重新训练我们的良心 从而使他帮助我们认识对与错 避免犯罪 谈到怎样才能得到救人 圣经说只因为能救我们 那就是耶稣基督 你有没有顺从神 按照圣经所说的那样去做 相信他悔改你的罪 坦承耶稣是神的儿子 以及为了消除你的罪 而受其归度他的事 如果你做到了 为了能得到去天国的许可 继续做下去 如果还没有 多人多的兄弟们非常愿意帮助你 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那样成为基督徒 和你一起学习圣经 在一起变得太晚之前 使你能听到神的话 尽也相信他 服从他 如果你愿意一个人 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 你可以发电邮 预约一个个人的学习 学习时间仅仅在你方便的时候 内容也只是圣经 请发email到 torontoeasternchurchofchrist.gmail.com 我代表多人多东部基督教会 感谢你收听 如果你想获得免费的圣经 学习材料 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easternchurch.org 在这个网站你还可以找到更多的播客 以及我们周三的圣经学习和周日做礼拜的 即使网络直播的链接 如果你有关于任何本集播客或其他播客的问题 可以发email给我们 请加入我们的圣经学习和示范 如主愿意 在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讨论其他主题 再见 希望你今天过得好